各位觀眾 感謝持續收看 齊哥達哥其他這一家 今天2021年的3月30日 今天星期二 那時間過得很快 這幾天比較忙 所以我都沒開鏡頭 過兩天比較有空的時候再來開鏡頭 那生活齊哥這邊 感謝各位持續的收看 記得喜歡訂閱點讚點分享 那生活齊哥每天會找一隻 新聞做分享做導讀 順便謝謝日記 蠻有趣的 那遊戲搶匪會去打打遊戲 像昨天忙工作忙家事忙一堆都沒有時間 連玩都沒有 所以有時候蠻羨慕的可以玩的人 那伊莎米的話盡量晚上利用睡覺的時間掛網 現在已經掛到九十幾個訂閱了 還蠻多人喜歡看直播風景 記得有喜歡的一樣 點擊訂閱點讚點分享 那生活齊哥今天做了一個主題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每天都會從熱門搜尋這邊 找一些新聞來做一些 導讀跟收看 那這邊有很多內容 你們都可以從底下的相關網址去看一下 那就是可以知道這麼多的新聞 也不用怕擔心齁 不知道要跟朋友聊什麼或看什麼 像這個林韋哲啊小米手環啊 小米手環可以量身體狀況啦 現水啊 網路現在又假的騙人現水的假假期啊 經濟部啊 陳奕迅啊 紅矮的法說會啊 簡力哲啊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周明軒 待會我們進入來講一下 人生第一支影片 周明軒度八年前下場 那等等的相關的新聞 像昨天還有雪月 經濟台北的一個雪月 原來是空汙造成的 等等等等相關問題 像少羽威偷吃被抓到 後來我看裡面原來偷吃是偷吃零食啦 所以我才跟玩家講啊 很多星山色的東西就很多人搶著要看 為什麼?因為他就好奇 我們趕快來點一下少羽威偷吃什麼 偷吃點心 那我剛剛也花了時間去看了這些相關的新聞 所以說 快一點時間才上來看一下 那我們先帶入今天的主題 鍾明軒 鍾明軒我們的主題就是他 他本人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國際美人鍾明軒 他八年前就開始做Youtube了 其實各位觀眾如果能夠回想一下 當初如果你有做Youtube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生活 那有很多人倒在Youtube上面 因為做不下去 第一個沒有梗 林家常講的 沒有一些話題 沒有一些內容 做不出好的東西可以讓人家看 那生活奇哥是每天當寫日記 所以我不會缺話題 也不會擔心要話題要什麼 因為你當天寫日記當成好玩 真的就是可以一直一直玩下去 當成打遊戲一樣啊 遊戲也是這樣打啊 也經歷過多少遊戲多少內容 都是這樣子經歷過 民國88年12月20號 台灣Youtube 因2012年因翻唱歌曲煎熬而聞名 這邊都有一些相關的 生平介紹家庭狀況內容等等的 如果喜歡的觀眾朋友 底下都有網址 可以點擊進來看 因為太多了講不完 我們先講一些重點的就是一些新聞 第一個新聞是雅虎裡面的新聞 裡面的三立新聞網 對不起 因為我剛剛以為是雅虎的新聞 所以我底下寫雅虎的新聞 其實網頁新聞真的非常多 到處來到處去 如果各位觀眾可以看喜歡這個版頁 就從這個版頁去看一下 你欣賞的一些畫面 你的版頁排序功能 由三立新聞網娛樂中心的詹藝瑞報導 因為八年前因一手煎熬爆紅的煎熬弟 鍾明軒 近年來靠著獨特強烈的自我風格 那廣受我們的粉絲喜歡 變成國際美人 那順利成為一位擁有百萬丁魚的Youtuber 近日來鍾明軒決定勇敢面對以前的自己 並訴說八年前網紅的暗黑經歷 坦言我以前沒有做錯任何事 卻被大家罵得很慘 讓不少粉絲看完了 看完後顯些落淚 應該很多落淚的啦 其實 黑歷史的東西啊 你回顧之後就覺得很有趣 就像生活集客在這邊講的 我已經做直播做一年了 在十年後 你再看看老的時候變什麼樣子 頭髮從黑的變白的 從小小的身材變大大的身材 那你看鍾明軒29日發布的一個新影片 公開人生第一支影片 那影片一開始的話 鍾明軒坦誠 這支影片是我以前就想拍了 不過那時候心境還無法 面對適應 真的這都是煎熬啦 那鍾明軒說現在的我這個狀態 我ok了 我可以面對了 接著公開播放八年前唱歌的影片 黃美甄的途中 那結果鍾明軒一邊看著以前的自己 一邊大笑 在他直播的一個畫面紀錄 那鍾明軒坦言 說那時候做的時候 不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 我不偷不搶不犯法 但那時候就真的被罵得很慘 此外他更透露當時 網紅後 不僅遭受眾人的批評 出門後 還得承受四面八方來的惡意眼光 無論歧視 看笑話的 嘲諷的 通通都有 一到學校就是大家 注目的焦點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差很多 像我們之前玩minecraft 很多小朋友都是這樣子玩起來的 真的 但是持續 堅持 才有辦法 不然不可能 凹這個半年 因為你要 經過多少惡意的眼光 歧視 看笑話的 嘲諷的 通通都有 那他說 反正 我並不覺得 以前有做錯什麼 讓大家罵得那麼兇 那先進他認為 在這個社會上 人們為了過好生活 所以都用能認同的思想方式來生活 而因此大家都去相信 這理念和真理 但他思考過後才發現 沒有真理 眾人之間根本不存在 通用的真理 什麼是善 什麼是因人而異 這很真誠 他之前的 2012年的一個紀錄 各位可以看一下 真的很神奇 你看 點贊2849次 被點爛了4894次 加起來也8000多次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網紅不容易當 因此 鍾明軒表示 重點是 只要我們不造成別人的困擾 做什麼都行 像以前拍的影片 我沒有造成別人的困擾 那就是被罵得很慘 也因為做了這些事情 改變了我後面很大的人生 並呼籲大家 就是用你的方式去過你的人生 創造你的生活 8年前的我還不懂這些 8年後的我 我懂了 那底下 底下粉絲 紛紛留言 你沒有造成其他人的困擾 反而有鼓勵到某部分的人 你很棒 很有內容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被罵那麼慘 你那停頓讓我心揪一下 辛苦了 這就是 人文有藏洋蔥 如果趙明軒 以前被別人這樣說話 不知道是不是打錯字吧 以前的周明軒被人家講這樣的壞話 現在早就憂鬱症了 就是個天真 純真的小學生 大人們都太壞了 當年攻擊成這樣子 那你看 靠了煎熬爆紅 卻也經歷了眾人批評跟眼光 其實現在網紅不好當 那第二段新聞是 民視新聞網的一個分享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有很多廣告啊 很多新聞頁啊 喜歡的一樣 點擊下方的網址來看一下 所以周明軒等於是拍片正式過去的創傷 因為小學六年級高歌招負評 各位看一下 那也是一樣 喜歡這些版業的人 都可以點擊下方的網址來觀看更多的一些新聞 所以這邊講的都是一樣 周明軒最後也分享他養的貓 這就是我自己的選擇 跟我自己創造的人生 那他講述八年前自己所拍的一支影片 內容是唱偶像劇愛上巧克力的片尾曲圖中 那影片一出 感動不少網友 還有小六的網友留言 我也用相機紀錄生活 希望上大學後可以看到這些回憶 這就是重點 讓周明軒很開心的回覆 很高興你這麼做 說實在的 紀錄 比記憶重要 你回頭去看看你當初的一些紀錄 真的蠻有趣的 你的人生經歷 是回不去的 但是你可以用這邊紀錄去看到你的更多 那這邊也講了大家都很開心 其實 很多人是為了攻擊而攻擊 那有些人叫做 嗯 復仇者心態 其實現在很多就是 從正義魔人到復仇者心態就是這樣子 你被傷害了就想再傷害別人 像我昨天看的菜單專家2 劉德華的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劉德華的片也是蠻不錯的 也是在講這個事情 復仇 復仇真的好嗎 那第三段新聞是 也是一樣3D新聞網的娛樂新聞 那這邊還是一樣很多廣告很多畫面 喜歡的觀眾朋友一樣點擊進來看一下 8年前人生第一支影片 鍾明軒皆爆紅下場 粉絲不捨 因為爆紅真的很可怕 因為8年前一手煎熬 我就讓他紅起來了 這娛樂中心的詹亦瑞報導 那靠著獨特強烈的自我風格啊 廣受粉絲喜愛 順利成為一位擁有百萬訂閱的youtuber 那近日鍾明軒決定勇敢面對自己的以前 再講一下歷史的啊 反正 這都是經歷啦 那你要人紅 當然就是非多 所以很多新聞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發現到啊 很多人紅的什麼事都是一直貼著他去做 像我有時候看館長的片也是這樣啊 那從89年前開始玩玩到現在 對不對 他也是一個企業的老闆 他也是健身房的老闆 那你呢 你過了這七年過了這八年 你學到什麼 你做到什麼 你成就到什麼 那你可以看一下喔 鍾明軒說 反正我並不覺得我以前有做到什麼 讓大家罵這麼兇 一樣嘛 那現今的他認為在這個社會上 人們為了過好生活 所以都能用 認同的思想方式來生活 因此大家都相信這個理念和真理 但他思考過後才發現沒有真理 眾人之心根本不存在 通用的真理 什麼是善什麼是美 因人而異 真的啊 有時候我在minecraft 看到這麼多小朋友 我都覺得 他們真的很有勇氣 我也是這樣支持他們 希望他們能夠多努力 多加油 因為 未來你來看看自己的時候 都是一個成就 不管好或壞 你看一下這個影片 已經有三四萬的點閱了 比生活期間還要多啦 對不對 那你就想想看啊 誰知道會這樣哪天爆紅 像我之前也有拍 機車跌倒的影片 就被看了兩千多次 對 拍 情色 三情的一些標題 就被看了兩千多次 那說實在的 現在社會怎麼了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生活期哥今天跟各位分享 鍾明軒 我們在維基百科 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內容 那生活期哥也盡量在努力學習 讓自己成長更多 那鏡頭沒有開是因為 隨時有事情要接電話 要 要處理事情 所以暫時就沒有開啟視訊 就大概這樣子跟各位做個分享 那一樣 喜歡 訂閱點讚點分享 那 國際美人 鍾明軒 唱煎熬 而紅起來的當初 真的 真的 這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記憶 那生活期哥 感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 掰掰